我特别的直爽 哦 什么我都不爱藏着椰子的 当然了 有些东西想撒也是藏不住的 说到柳妍大家可能先想到的是她那火辣性感的身材 并且很多人都认为她的走红就是全靠身材 关于柳妍的身材在网上也引发过不少热议 在某次活动中柳妍和几位同事是穿了一席低胸礼服 柳妍说我觉得很丑但领导喜欢 从此就给我定下了性感路线 对于她颇具争议的兄大多数男人并不介意真假 甚至有人这么说 只要她够大够美 我又不和她谈恋爱结婚管她呢 关心真假的大多是女人 会有人留言说一些低胸装 胸小的女孩穿着挺美挺典雅的 可柳妍一穿就波涛汹涌起来 曾经在横店拍摄星园月弯刀 柳妍誓言楚楚动人的秦可情 结果围观的群众直指点点说 她演的是潘金莲吧 柳妍和大多数被人欣赏的美女一样 美得非我所愿 大家都爱看标准美女 所以大多明星都必须往那个方向靠 私底下她更愿意像欧美乡土片中的美女一样 穿越立的碎花裙头上插几朵鲜花 她一双拖鞋肆意地在阳光下走 而那些仔细打量过柳妍的男人们转过身 就忘记了她的容颜 因为她的美太标准了 以至于都记不住她的脸 只记住她傲人的身材 因为讨论别人的身材 是一件极其没有教养和不礼貌的事情 但是你总被讨论了 就他们没教养吗 不是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是艺人 你们讨论OK的 我给你们这个权利 对 但我觉得如果是普通的女孩 本来就有容貌焦虑或身材焦虑 你们还要去这么给她施压的话 我觉得非常过分 作为一个身材绝色艳美的女星 柳妍的内心比任何人都要更加的纯洁善良以及强大 这位性感女神曾经只是一名小护士 为了给生病的母亲筹钱到处兼职打工赚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柳妍参加一个主持人的选秀节目 这个节目的第一名可以获得一万元奖金 可惜的是柳妍并没有获得冠军 但她却被举办这档节目的公司相众 最后签约成为了主持人 至此柳妍的命运便开始逆转了 后面柳妍也渐渐收获了不少演艺资源 接拍了一些很不错的电影剧本 比如之前和岳云鹏合作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电影中柳妍和岳云鹏分别的那一段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还引来广大网友争相模仿 剧中柳妍和岳云鹏配合相当默契 但其实他们在合作之前早就认识了 柳妍曾和岳云鹏的师傅郭德刚一起搭档主持过节目 因此结识了岳云鹏 私下关系非常不错的 当初电影上映前还一起参加了首映礼 因为在电影中是饰演一对情侣 在首映礼上为了宣传他们也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 主办方要求两人拍几张合照 而这时的岳云鹏或许是认为自己和柳妍比较熟 当众直接一把搂住了柳妍 而有谁注意到她的手放在哪 瞬间在网上引发热议 虽说岳云鹏一直给人印象都是比较高情商的 但这次她可能也是有些疏忽了 双手环抱着柳妍的肩膀 手臂却压到了柳妍的身前 这个画面也惹得网友们疯狂按下暂停键 不得不说岳云鹏手放的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尴尬的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岳云鹏有这样的举动 或许是两人比较熟 加上柳妍本身是比较放得开的 所以岳云鹏才敢这么抱着吧 都说美体老师好吗 来 我来说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出道以来柳妍话题度一直很高 其实在演艺方面柳妍是个好艺人 她在主持和表演方面都相当有天赋 但大家更关注的是她的好身材 从而忽略了她的演技和才华 幸运的是柳妍的好性格给了她一些帮助 曾经她帮助过的人都多多少少在帮着她 其中大鹏就一直与她关系很好 她以前帮大鹏演过电影 后面只要是大鹏的电影就会带上柳妍 而且还让她担当女主角 收益者成功让观众看到了柳妍的演技和表演才华 她在接受采访时自我调侃 说希望借这部电影摘掉性感的标签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带来的作品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对柳妍有什么看法呢